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現在訂閱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你的影片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那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回訪的系列 今次我們會去到珠海的最西面 也就是平沙新城 一些可以有機會看到遠海景的項目 而這邊的原因主要是最近真的很多觀眾是問我們那邊的項目的一些意見 包括因為它有些優點就是可以看到一個遠的海景 以及價錢方面是非常吸引的 個別有些真的一萬頭的單價就買到 那當然你說有優點也當然有缺點 平沙新城這邊畢竟是珠海的最西面 是回到這個人工島回到鄉州區是真的有些距離 不過隨著紅鶴大橋的落成以及它的延長線 是去到平沙這一邊 將來由這一邊回到鄉州區 怎麼都會比現在快很多的 而我們這次回訪的就是方圓月島首府 看完這個航拍畫面之後 我們就讓Lorman帶我們進去看看這個項目現時的狀況是怎樣 我們就找到了 我們就要給亂一個字幕 我們就在婚宠店裡 做一個時封箱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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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